其实乌龙罚单不只是在大马路上会开哦 连在大海上面同样搞乌龙 这个是海巡署呢 在这个禁止捕鱼的这个地区呢 有找有看到渔民 所以就开了一张单给渔民 开单的地点呢 上面讲说是北纬120度 一马帮帮忙 北纬只有90度 120度在哪里 这张罚单上头的北纬度是120度 渔民说捕鱼捕了十几二十年 根本不知道海域上有北纬120度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没有人知道 海巡署开出的罚单清楚标示 渔民违法捕鱼的地点就在北纬120度 真的是非常乌龙 渔民不满投诉 海巡署才又重新开了一张新罚单 但是另外一栏上 距离海岸线的海里数 从原本的三海里 变成了2.5海里 又搞了一次乌龙 渔民哭笑不得 渔民说海巡署开出的罚单 其实是有模糊地带 因为随着涨潮退潮的关系 距离岸边的海里数 也会跟着改变 海上的乌龙罚单 开出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北纬120度 渔民接受罚单宣诉无效 又收到了一张修改过的罚单 总金额是3万元照单全收 还是得缴 让他真的很生气 中文新闻江志南台中报道